一開始來看是掌飾馬政府糾結兩千年 不過陸工團體這期說 馬政府競算都拿出的633政策 如果一項都沒有對現 付稅改革也沒有成功 到現在累積的付稅是一條773億 讓馬政府應該要對現選舉的聲浪 讓你面貴好日子 大家看不到失敗 攀大錢買出三年前 馬修競算公告要賣賣賣 過好日子 不過在下跌停頂的願望 真的有辦法實現了 路團批評 處境一直去 高齊幫忙 馬政府算過幾票都跳票 雖然政府推動減稅 嚴格相對的國家欠錢 越來越多 今年就欠了大5388億 這是史上界最大的 執政團隊 也是史上減最多的執政團隊 我們的減的稅減到誰的身上 而我們的舉債是需要全民負擔的 路團這次除了負責問題 沒有根本解決以外 馬政府社會好理政策也不夠 像是伺求成優 而對後來照顧 投票機制來投手 用頂貼的方式 投票無敵本 最近大家開始又在 為了選舉又開始要 發育兒津貼 好運專案 這些議題 又是用津貼 用現金來 想要解決 少子女化的問題 路團表現 馬政府長年三年 計收入後 增加超過一萬元 目前大約有63萬人失業 八月的日子好像不夠好過 希望政府中心民眾實質感受 真正做一些事情 記者綜合報導 大家前置 謝謝 我們 谢谢大家